直播把8月2月选中超迎来紧密赛程,而且受到亚运会抽调影响,中超珠强在U23球员的登场政策上也有变化,与此前轮次相比。 半轮连赛中U23球员登场人数明显减少,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第15轮中U23球员们的整体发挥,综数本轮中超连赛中,一共有30名U23获得登场机会。 其中,周大帝、李帅、王耀鹏、张修为、郭全博、杨帆等6名球员打满全场。 半轮比赛中,花夏幸福球员高华则一度帮助球队班评比分,成为本轮唯一进球的U23球员。 分数1,长春亚太3比0大连一方亚太U23首发球员。 周大帝,首发登场90分钟,传球23次,成功率74%,市门3次。 一次关键传球,三次过圆,一次抢断亚太U23替补球员。 赵明宇,替补登场8分钟,传球17次,成功率100%,一次关键传球,一次抢断一方U23首发球员。 汪静贤,首发登场81分钟,传球26次,成功率58%,市门一次,关键传球一次,抢断三次。 蓝,结一次一方U23首发球员。 立帅,首发登场90分钟,传球26次,成功率85%,关键传球一次,抢断三次。 拦战两次,几为两次一方U23首发球员。 王鸭鹏,首发登场90分钟,传球26次,成功率77%,市门一次,抢断一次,拦战两次。 几为四次一方U23替补球员。 董燕峰,替补登场9分钟,传球三次。 二山东鲁能三港一上海鲜花鲁能U23首发球员。 刘居帅,首发登场79分钟,传球28次,成功率86%。 两次抢断,两次,拦截,一次几为申花U23首发球员。 刘若凡,首发登场37分钟,传球12次,成功率92%,一次,抢断三。 重庆四围三道四贵州横峰,重庆U23首发球员。 罗浩,首发登场85分钟,传球25次,成功率92%,一次,射门。 八次净为重庆U23替补球员。 草洞,替补登场5分钟,传球一次重庆U23替补球员。 刘斌,替补登场1分钟,传球一次贵州U23首发球员。 陈吉,首发登场85分钟,传球17次,成功率67%,一次,关键传球,一次过圆,一次抢断贵州U23替补球员。 爱丽,替补登场3分钟,传球444,广州复利4比1北京人和复利U23首发球员。 马俊亮,首发登场45分钟,传球22次,成功率95%,一次抢断,一次拦截复利U23首发球员。 陈伟明,首发登场31分钟,传球13次,成功率92%人和U23首发球员。 向汉天,首发登场60分钟,传球26次,成功率77%,一次抢断,三次进温人和U23替补球员。 张玉峰,替补登场9分钟,传球6次,成功率83%,一次抢断5。 河南借业领导一家苏苏宁借业U23首发球员,龙威,首发登场70分钟,传球19次,成功率63%,两次借为借业U23替补球员。 胡静航,替补登场29分钟,传球7次,成功率71%,什么一次,一次关键传球。 苏宁U23首发球员,张玉峰,首发登场58分钟,传球23次,成功率70%,一次过缘,一次抢断,一次几雷苏宁U23替补球员。 高天义,替补登场3分钟,射门一次用,上海上抗4比一天金全剑上抗U23首发球员,雷文杰,首发登场45分钟,传球13次,射门两次全剑U23首发球员,张修雷,首发登场90分钟,传球411次,成功率90%,一次关键传球,一次过缘,一次拦截,一次几雷全剑U23首发球员。 苏宁杰,首发登场54分钟,传球10次,成功率70%,一次过缘,一次击尾七,北京郭阿六,三河北华夏幸福国安U23首发球员,郭全博门将,首发登场90分钟,两次篮截,三次几雷,两次扑就华夏幸福U23首发球员,高华哥,首发登场45分钟, 传球14次,成功率64%,射门两次,一个锦球,两次过圆,两次抢断,突,高滑得的锦球,一度帮助华夏幸福般平比分吧。 天津泰达0-3广州恒大泰达U23首发球员,高嘉闻,首发登场80分钟,传球19次,成功率89%,一次射门,一次纪为泰达U23首发球员,将翻,首发登场90分钟,传球11次,成功率80%,二次抢断,一次拦截,物资纪为泰达U23替补球员。 细为军,剃图登场10分钟,传球5次,成功率80%,一次关键传球,一次拦截恒大U23首发球员,杨立宇,首发登场58分钟,传球24次,成功率92%,一次射门,一次过圆,两次几围。